欢迎收看国会最前线 我是谢理文 我们提供理性的讨论平台 期许国会能够更透明更进步 而今天立法院针对司法院的人事同意权 审查院长被提名人的许中立 也跟很多立委有展开巡答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谈司法院的人事提名问题 首先我们来欢迎几位来宾 首先是陪审团协会领事长张静 主席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好那么接着我们欢迎的是立法委员刘世芳 大家好 接着我们欢迎是前立委刘文雄 大家好 最后我们欢迎的是公都盟执行长张宏林 立委员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今天在立法院 针对司法院人事同意权审查的寻答内容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立法院的情况 首先我们看今天立法院做什么呢 寻答内容包含许中立有被问到了 总统是不是适合兼任党主席呢 他有回应其实并没有不可 但是不应该透过党内机制来规避宪法 来撤换立法院长 这是今天许中立的谈话 而另外呢 澎湖在15号要举行博弈公投 民进党团的总招科建民就有说 立法院没有赌场管理条例相关的法案 即便公投通过也一点用都没有 这是今天有两个话题 好今天我们要讨论司法院人事同意权 的审查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这个报道 立法院议长内朝野立委今天质询的对象 只有一位就是司法院长被提名人许中立 国民党立委一上台 继续紧咬他回任大法官兼院长就是违宪 要问有没有违宪争议的还有时代力量 尤其是总统蔡英文身兼党主席 还定期召开府院党协调汇报 这样适当吗 您觉得这个执政决策协调会议 有没有跨越总统在权力分立原则下面的宪政红线 我认为说就是应该要照着宪法的机制来走 不但得接受政治实事的考题 许中立答题小心翼翼 不过还是会不小心说错话 从事性教育的这些人 他其实很多是来自那一个 就是比较是中下阶层的那个女性 那我是觉得如果不合法的话 反而会让他们会被黑道所控制所把持 一句新交易者大多都是中下阶层 许中立也卷入失言的争议风波 我要先请教刘委员 刘世芳委员 民进党这方面 现在对于许中立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有被说服说每个人一定要对他投下赞成的票 然后认为他是没有违宪的这样的情况 其实如果你跟原来总统所提的谢文定比起来的话 许中立先生他在法学界上面的素养 在民进党团里面大部分都会支持 没有太大问题 反倒是我们必须要帮他辩护的部分 就是说这个执政党跟其他的在野党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他有这个连任再任等等问题 没有回任 在宪法的条文里面没有这件事情 那我们都知道许中立他担任大法官 到距离这一次在重庆被提名的时候 已经五年了 所以我们觉得说他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今天在野党提出质疑 那但是这个许中立先生 他在被提名的审查过程当中 他也一直在提到我们宪法上的解释 他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想我们的党团大概都会全力支持他 张律师您的看法 我们最近都常常在讨论 从许中立一被提名出来之后 就会有说刚刚说的回任再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学法律的人最常见的就是假说已说并说 同样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也会发现说 在这件事情上 许中立的所谓在任到底是不是法 就会有核线说跟违线说两种 而核线说里面其实又有另外两种 就是认为说在任是核线 但是至少要等八年 那另外一说是在任是核线 但不需要等八年 像许中立只有五年 那现在问题就是五年可以 那四年三年两年一年呢 到底几年才可以 那违线说那就不用讲了 他就是认为违线 所以这理论上其实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两种核线的说法呢 又有不同的解读 那这个法条本身呢 就存在着怎么去解释它的问题 对啊就是解释的问题 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 我们特别有做一个 刚刚律师有特别提到的 现在大家的质疑点在哪里呢 其实这个内容就包含 目前我们说的是这个 宪法征修条文里面嘛 那么司法院大法官是说 任期八年不分届次 个别计算 并且不得连任 那么就会有违线跟不违线的 这两种说法 不违线的人就会说 是说连任嘛 其实没有明文宪制再任 那么有认为违线的话 就会说 其实像是我国修法是防照德国啊 然后有一些任期不能连任再任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应该比照适用 刘委员您的看法呢 这样因为这个立法的内容 其实大概法律人可以认为说 很简单就是看得懂 可是一般像我们这样的人来看的话 对 那很简单啊 就是你大法官任期 就是八年嘛 不管他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 他就是当八年 这个八年中间 不管中间政府有没有轮替 你就当八年 八年以后不得连任 什么叫不得连任 既然不分见识了 那就没有连任的问题了 就告诉你说 你就是当八年 而且你不要再任了 这意思很简单 但是我在想 如果像我这样说法 立刻跟这个 刚才假说一说禀说 又不一说 就在里面 就讲不清楚了 我必须说 未来可能的徐院长 如果说 身为一个读书人 身为曾经是大法官的您 连这一点点认知 你都没有的话 还可以这样 厚颜的说 我还是和线 还要继续再担任一次 这个大法官的话 我觉得不迟了 所以今天 我不跟国民党的那种说法一样 但是我是说 你真的一点点读书人 的那种风骨都没有 你就已经当过了 你是不是可以把机会 让给别人 所以我说 不要在文字上狡辩 事实上很清楚的 那就是八年 结果就是让别人在做 公众盟 这边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当然应该回到 大法官的角色 事实上 我们大法官的角色 第一个是解释宪法案件 可能大家比较知道 就是我视线的部分 然后包含 要统一解释法令 跟命令的案件 还有总统 副总统的弹劾案件 还有政党违宪的 解散事件等等 所以当初在谈到任期的部分 有一个大家担心说 如果法官可以 大法官可以一直连任 会不会他就揣摩上意 然后他就会变成是 去附庸这些执政者 这个跟我们期待大法官 来扮演一个神圣重要 来解读我们宪政 法规游戏规则 一个非常有关系 因为我们都知道 法律不会完美 我不知道谁敢跟我讲 哪一条法律叫做完美 法律一定有 它在解释过程当中的不清楚 像我们看到立法院 现在立法都有一个特色 过去我们一般讲 法律都定一个大框架 跟宪法一样 它只是定一个大原则 比方说宪法对于这些 我们讲人民的工作权 应该要保障 但怎么保障 只有细则来定 可以有时候细则 有可能会违宪 当法规跟这个 在执行过程当中 有那种灰色地带 刚刚讲的 有假说 以说 丙说 到这个一百说的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就会申请释宪 所以很有趣 或者也很吊诡的部分是 这件事情显然 会停留在各说各话 没有什么答案 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建议说 希望立法委员 朝野提出这件事情 到底能 这个叫连任 还是这叫再任 这到底有没有违背 我们原来宪法的规定 希望提请大法官来释宪 大法官 今天司法院长 这个身份有没有违宪 所以这是听起来很绕口令 但大家就可以了解 大法官的角色非常重要 他几乎就在决定 我们在认为 现在的法规 政府执政里面 如果有一些 我们认为 预约了他的界限 他们违背我们 宪法的根本母法 当有疑虑的时候 就要交由这部分来讨论 所以过去 我们甚至有提到 比方说 公民记者 到底是不是记者 就有人提醒释宪 来解释 公民记者 到底是不是记者 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个 大法官的角色的重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当然还是会认为说 大法官真的还蛮重要 至于这件事情 有可能到最后 真的就要回去视线 至于视线过程当中 万一许忠立本人 真的就正式成为司法院长 也成为大法官 他再来解释这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利益回避的 什么问题 对 所以这件事情 又是接下来必须要去面对 一定要回避 不过我会有个问题是说 的确啊 这个如果按照 那个法条上面写的话 的确是说没有连任 总理自己的解释也是这样 他会说 是说没有连任嘛 所以他 不得连任的话 表示说那就是我两任之间 要无缝接轨 这是可能的第一个 第二个他的认为是说 那不然我第一次当大法官的时候 我没有坐满 然后我赶快辞掉之后 接着我再回来 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他说他都不是啊 所以这看起来 好像解释得通 对啊 律师 这就刚刚讲到的 大家各说各话 以我个人对于 这个法条的解读 就跟我们刘立伟的看法 未必相同 那我个人比较会倾向于 这是核县 但是这是核县不代表 就我会支持许中立 来当司法院院长 这是两件事情 核县与否是一件事 核县以后 我支不支持他当立法 司法院院长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个人认为 他应该要考量到 他的就任 可能会引起未来 很大的纷争 这点他要思考 不只是刚才张执行长讲的 可能会造成要视线的问题 平常心里讲 任何一个人去 经常去调侃他 质疑他违宪的时候 他会很难堪 这点他应该要考虑清楚 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张律师 如果你这样讲的话 其实就在否定说 许中立教授 他要担任大法官 或担任司法院长 其实就是违反 就是违宪 我没说 不是 我是说你刚的语意里面 但是我比较不从这个地方来看 我觉得说既然宪法征修条文 只有讲不得连任这几个字 但是没有讲到在任 没有讲到回任等等这些 我觉得所有的人 包括学法律人 你就不应该扩张去解释到说 他的职权到底是合与不合 我不会反对说 如果万一这个许中立先生 真的被提名为大法 真的被投票为大法官 或是担任这个司法院长角色的时候 有人要提示线 那他当然要回避 这个是很基本的ABC 那他回避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很多大法官 仍然觉得他是核线 那你们会不会讲 那是不是许中立他用这个 司法院长的职权来压迫这些大法官 又回到政治问题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样 第一个要信任我们的立法院 里面的立法委员 他们在审查的过程当中 许中立他所提出的这个理由 能不能说服大家 如果不能说服大家 最后要这个投票同意的时候 其实还是采取多数决 那如果多数决 他仍然是担任司法院长的时候 有很多其他的团体 觉得说我要去寻求视线 那就走视线的道路 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的法治社会 大家都讲到 法律不是所有法律人定出来 又很多就是像我们这种不懂法律的人 定出来很多缺点的时候 我们仍然有一些机制 可以很公开的很透明的 对全体的公民来做解释来做说明 我觉得这样才是正办 所以我觉得说以我们民进党团的立场来看 我们觉得所有这次被提名人里面 他们都是核线 而且我们还是会支持许中立先生 我可不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 如果许中立未来可能的院长 是可以这样去当选的话 这样去就任的话 那我就为我们谢文定 可能当时未遂 院长未遂的人 我就报屈了 请问他有犯什么法吗 他有为什么陷吗 他什么都没有 结果就是因为少数的 这个社会团体的运动人士 他们这个强力杯格 他就被拿掉了 那这样情况一样 请问今天是不是有人 已经对许中立院长这样的资格 在还没有就任之前 还没有投票之前 就有这么多的纷争 我想这其实也是给蔡总统带麻烦 甚至于说 如果照我们执行长说 那将来可以试线 试线来怎么样 哇天哪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所以我觉得 这个许中立教授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你自己下来嘛 而且就如同刚刚廖国东说的 你是备胎 你不是第一胎 对不对 而且你说你本来是 要被选为副院长的 那看起来你都不是第一人选 何必一定要坚持在这里 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也有外界的质疑 如果说许中立这个情况 是可以合乎 就是说这样是可以的话 那么是不是未来也有一些 比较曾经担任过大法官的 或是比较年长的 他可以再战江湖 这个东西是未来 也有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吗 刘世芳委员 这是假设议题 因为第一个我不是总统 总统要提名谁当大法官的提名人 由总统来决定 但是我想总统在衡量 可以担任大法官角色的人 就是说他在宪法的层次上面 他可以帮忙我们所有国家的国民 解决宪法上面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是假议题 但是如果有通过 然后也解释过是核宪的话 我觉得未尝不可 真的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说 我们就很明确的定例说 那么我们就隔几年 看是要他卸任之后 隔几年之后 他能够再来回任 这样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那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你在事宪的过程当中 你需要把这个再明定清楚 可能会比较好 但是我所了解就是说 当时在做宪法征修条文的 一些国大代表 彭景彭教授 他是有特别提到说 他们对于不得连任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是对于像许忠丽这样的case 他们觉得是核宪的 是张律师您的见解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当然 透过大法官的解释是一条路 另外一条路那就是修宪 从修宪上去根本来解决这个问题 比方说像德国的联邦 这个有关宪法的法院法 他就明显规定 既不得连任 也不得再任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这个是一个立法论的问题 跟司法解释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那我们这两个层次 这两个路理论上都可以走 看我们未来要怎么去走法 那其实这里面还有更深奥的问题 存在就是大法官要不要有任期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终身子 没有任期的 所以有任期跟没任期 其实有不同的思考层次 不同的思考层次 这又回到更上面一个问题是 我们的大法官是解释宪法的机关 并不是审判机关 可是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他们就是审判机关 所以又不同 这里又牵到另外一个问题 大法官到底是将来要当成审判机关来看 还是要当成解释机关来看 这又会有可能不同的答案 其实这些错综复杂彼此关联的问题 过去在修宪的过程当中 其实并没有去仔细的考虑 以至于有今天的纷争存在 要解决这个纷争 当然从立法论上 重新的去立宪 修宪这是一种途径 那另外一个途径 就是透过大法官解释 如果我们谈到这边 会不会有观众有个不了解说 那好到底是回任再任 然后连任 对民众来说有什么差别 大法官如果真的是这样 再继续做的话 他会有什么实际上的问题呢 请各位刚才有听到 第一轮有听到执行长说 如果他沦为为政党 或是为某个领导人服务的话 那就是很危机了 那也未必就是连任 或不连任的问题 现在不是连任 就是说他的任期 为什么说他就是八年 就这个八年可能跨政党轮替 也可能就在某一个总统任内 那是为了要避免有产生 因为我这样好 因为我们中国人一向都很宽容 说不会啦 这些大哥都不会做坏事 所以我们给他定的法都很宽 可是不是你在欧美定的法是很细的 尤其对总统 对总理 定的法非常细 你的行为哪一部分不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就像最近那个希拉蕊 那个所谓的那个电油门 你看那一件事情 奇迹乎可以把他打倒 所以我是说我们为了避免 可能发生的这个遗憾 所以我们说你就当八年吧 那为什么德国要说你就当十二年 十年当完以后没有回任再任 复任都没有了 没有连任 所以我是说这个精神 如果我们的大法官是受大家尊敬 也可以为我们最高的内部法律 叫宪法做解释的话 许忠丽这个大法官可能的院长 是不是请你自己知道 知道分寸嘛 就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这个我想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 台湾民主发展的悲哀 为什么 就是说这些职位里当 他是被严格把关万中挑选 是品格操守 应该是皇后征操中的征操才对 可是我们现在竟然花了很多时间 来讨论说这些人到底能不能被信任 他们会不会为政党来做服务 台湾这样还要玩什么呢 就是说这是我们应该要扮演 很独立的角色 我举个例子 其实在国外都有这种问题 比方说有些看起来已经开始 就是明明是独裁 但是他又表象上是民主 他可能在宪法也有宪法 也有规定说他能不能连任 他就扩大解释说 其实我再连任一次是没有问题的 这时候某种程度来讲 如果这国家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要由他这样的宪政的裁决的部分 来决定说你到底能不能连任 像之前我记得像陈局 那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升格的时候 到底那个算不算 如果有人去提起说 这在法条的解释上 这到底合不合于宪法或者规范的部分 就等等 这就是知道这个机构就要扮演 当法律没有定清楚的时候 他来做解释 那当然刚刚我觉得老师也提到 要不就直接修法 但当然现在显然也不管是哪一种方法 都不是现在马上能解决 那这个当然也是我觉得对 蔡英文总统的考验 因为毕竟司法改革是他就职演说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的确看起来到目前还是有点跌跌撞撞 那我觉得这里是他必须要再面对去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我忧心的地方 如果为了这个大法官院长的这个人事 纷扰不堪 即使他今天立法院多数决通过了 还是有人对他不满意的时候 这还是会在有争执 那对未来的司法改革 其实会有蛮大的影响 所以这点是我比较忧心的 不过之前也有人说难道我们就换人吗 换人这个有可能会来 接着也会有问题 他们会认为有包含空窗期或是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我想为什么立法院这么快 要赶快审查这七位大法官的资格 是因为蔡总统有提到 他希望在11月底的时候 司法的改革的国事会议可以如期举行 那而且我要提醒各位 许中立不管你觉得他这样子的连任 是不是合乎我们宪法上的解释 大法官会议的解释 绝对不是只有一个大法官在解释 他是很多大法官就他们的法学素养 跟宪政上面的特例或惯例来做处理的 那重点就是说这个司法改革会议 如果许中立已经当了司法院长 在司法改革国事会议里面 很多人都说你就是不能够连任这个部分的话 我相信我相信到时候社会大众一定会在质疑 你这真的可能是违宪 那是不是就是走修宪 或是走这个大法官重新解释 他视线的部分的话 也会再走一趟 可是重点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次提名大法官 大概不是人选这重要问题 而是民众的期待是因为多久以来 人民对于这样子的司法改革的期盼太久了 我举个例子今天三四个党都特别提到 就是为什么人民跟这个法官 或跟法院之间距离这么远 他提两个例子 你相信法官可以独立审判吗 不相信了六成 你相信有钱判生无钱判死 要用台语讲 有钱判生无钱判死 七成的人相信 结果呢我们有两个 两三个反对党或执政党 都提出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是什么 就表示说许中立他也提过 他说人民的法改 或是人民跟这个法院的这个距离 真的太远了 所以他必须要从司法改革赶快切下去 那如果许中立 或者是未来的提名的大法官的这些人 没有那个勇气来接受这样子的改革的话 我想他不适合当司法院长 但是他如果勇气 有勇气要改革现在的司法上面的话 我觉得就应该支持他 可以一直走下去 否则我们就会停留在那个地方不动 所以我觉得说今天的这个 这个大法官提名的这个机会 这个会议是让我们从改革 从人权上面看台湾的司法 能不能更公平更透明更进步来走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在那边先稍微休息一下 等会儿回来继续分析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 就是许中立他所提出 针对司法改革他有几项要点 他希望能够首先是 厘清这个司法公信力不章的原因 那么他还有说 人民参与审判是可以讨论的改革方向 然后人民对裁判违宪的情况 也能够申请大法官解释 最后是他认为终审法院要设个大法庭 重建统一法律见解的机制 好 这个是在许中立所说的司法改革 我们刚刚谈许中立这个身份 到底有没有违宪 接着我们就来谈说 好 那我们来看 他到底能不能够升任 未来如果真的担任了院长之后 能不能做到司法改革 先从这个司法公信力不章的问题 任务协议委员的看法 光是这个就是很大的工程 对 我们来回到刚才一个 第一个说制度部分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制度就算不好 但它也是个制度 而且行之有年 现在就是人选的问题 所以我是说许中立可能的院长 如果大家都这么质疑的话 其实你应该做一个 对自己做个了断 这是一个 那至于说我们为什么 这么因这个期盼说 能够司法改革 这是因为我们看到 太多太多的这个不公平的事情 比如像刚才刘四方刘委员说 这个根据司法院 他们自己所公布的民调 那个都很客气 要一般民间做的 或者说我们长期做民调的 这个台湾指标民调来讲 对司法 它是将近80人不信任司法 75%以上的人不信任检调 那检调包括调查局 包括检察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要怎么样 重建人民的信任 这很重要 这也是清兵党那时候 这个宋楚瑜主席 来选总统之下 就是说重建信任 重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重建人民对司法的信任 重建很多的信任 那这个中间 那我们就举一两个小例子来讲 比如说这个 我们看到有几个判例 就是有一个人抢了 抢了他前期几万块钱 我当然说抢钱是不对的 他判了八年多 同样情况 有个过去行政院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官员 他抢了政府 现在看得到了六千四百万 他洗钱的部分 在家里面池塘洗钱 烧钱还不管了 他判多少 他也判八年了 那请问这个司法到底给我们人民 告诉我们人民什么 那要投就投大一点 要杀杀多一点 那这没有道理啊 所以我是说 根据很多的这种的结果 让人民对司法越来越没有信心 那至于说 是不是司法跟人民离太远 对不起啊 恐怕那些法官 检察官 你们是不是跟我们吸 呼吸同样的空气 吃同样的米 生存在同样的世界 恐怕这是个大问题 不过从建信任我们说 对于司法这个问题 其实每年都在讲 常常都有人在说 这会不会已经比较像是个口号 不只是这样 我想跟要拉更大的部分 我想过去我们节目中有提到说 我们一直在谈说五权 或者西方的三权 行政立法司法 我们是考试监察 很多人都不知道说 干嘛要分几权 我常讲说简单的说 这权利就是国家的权利 我们都很怕独裁的国家 就是一个人一个家族 一个政党拥有国家所有的权利 像我们都开玩笑说 你去看那些共产国家 或威权的国家 他也没有分权分利 有啊 但没意啊 他说你违法 就抓去枪毙了 要不要审 要审也可以照跑啊 但还是判你死刑啊 我若不判 我这法官就会倒霉了 就是我们就知道 那就是一个崩坏 所以回过头来讲 台湾如果要朝向一个 真正实质的民主的国家 我们就希望分权分利的角色 各施其职 我们选出这些司法 能不能误网误众 对于这些唐章王法的 这些政治人物 民意代表 就给他起诉 总统有问题 他也去做起诉 我们都希望这样分权啊 可是过去我们的经验 其实还蛮悲哀的 比方说监察院 虽然不管大家认为 他功能好不好 虽然大部分人 也觉得不大理想 那我们曾经有过去 拜访监察院 就是提到说 公职人员的选举 现在只公布大幕 比方说他人事费用200万 我们说我们想看 他到底花什么钱200万啊 他宣传费花300万 我们想看那戏幕是什么 其实我们知道 选举的人都有交戏幕 只是监察院只公布大幕 我们就说你为什么 不公布戏幕 监察院的理由很好 他说这样子会太浪费纸张了 我们不要那么浪费 我们的监察院突然变环保署 然后当我们一直逼问说 没有道理啊 你可以上网啊 不用钱啊 又环保 最后他终于土石化 那个承办人说 你也知道 我们监察院的预算 是立法院在审的 这就是台湾权力分立的崩坏嘛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改革 这一块不只是谈司法的独立啦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权力 如果都没有独立去行使 相互制衡 我觉得那是台湾整个宪政民主体制的崩坏 律师张律师 你这边怎么看 我刚刚说这四点 他在提出 这四点基本上方向是对的 尤其是第一点说 要司法改革一定要了解 病因在哪里 对 没有不知道病因怎么去改 是 问题是现在其实病因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怎么改是一个问题 我举第二个 第二个他的第二个 就是人民参与审判 我自己是台湾陪审台协会理事长 那我们希望人民参与审判 走向陪审刺 可是徐仲立的发言 他是似乎倾向于支持的是参审刺 那跟他的留学背景有关 因为他是欧陆法系的学者 欧陆法系蛮多的都是采参审刺 但不是绝对 像台湾是欧陆法系 也我们的刑事作用法 也未必都是欧陆法系的制度 我们叫做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 其实已经是往英美法系走 像日本 当事人进行主义 也是往英美法系走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是有很多可以值得 在将来司法改革国事会议 你们要去讨论的地方 那许中立这么快的发言说 他比较倾向于的是参审 让我们就很忧心忡忡说 那司法改革会议到底还要不要存在 存在有什么意义 他都已经下了定论了 是妥当吗 所以他今天有一个回应说 他说到底参审还是陪审还是要交给 这个司法改革国事会议来决定 算是稍微做了一点修正 我只能这样说 这个东西其实还有带大家进一步去讨论 刘生范委员民党这边对于司法改革的一些 想法跟规划 基本上今天我先回应一下张静律师刚所说的 不管原来许中立教授 他对于参审或是陪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他确实今天在回应立法委员的质询的时候 他有提到 他说不管我自己有什么看法 他会尊重司法改革会议里面对于参审 或者是陪审制度上面的结论 因为他认为说两种都各有优缺点 这是我听到他说的说法 我想跟张静律师稍微讨论一下 他今天的说法 而不是说他就一直主张是参审制 先跟他讲一下 那再来就是今天许中立他所提到的书面 还有他的口头报告都有提到 他认为说政党跟政治干预的部分 已然绝机 他把这几个字写出来以后 我看所有朝野的立委都不同意 为什么呢 第一个就算立法委员可以审查到 大法官他们的预算等等这些 我们也仍然觉得说 还是不够公平 刚所提到了 譬如说法官有恐龙法官 对不起 你担任过法官 我有曾经当过恐龙法官 还有哪一嘴法官 就是为什么这些名称 其实都是酸言酸语 为什么有酸言酸语 就是觉得说法官是不是 就是他在跟整个社会上脱节太多 所以审判出来的同样的法条 两个法官解释的东西或是判出来完全不一样 然后所有社会就会哗然 但是最重要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有钱判身 为什么有些有钱有事的人 在法官的审判过程当中 更一审更二审更七八审都还没有定案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法条有出问题吗 结果一看 这些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所以才会一直拖延到这个审判的这个行政效率 那也有朝野不同的这个立法委员有提到 我们有看到一个世界上 对于台湾在审判上面的效率 我们非常糟糕 尤其是对于商贸方面的审判 我们的平均天数是563天 但是其他的欧美国家 100多天200多天就定案 所以也会引发 如果有人要到台湾来 有这些投资争议的话 其实他没有办法获得解决 谁要过来投资 所以事实上 人民对于这个法院 或是对于整个司法制度上的不信任感 就是在于最重要的主体就是法官 我们怎么样让法官他可以适得其所 然后真正能够解释法条 然后做出公平的审判 其实才是立法院现在朝野的 所有政党里面最关心的 对就是如果刚刚延续委员刚提到说 政治要跟司法这边完全要不要介入 然后脱钩 这真的是能够做得到 我绝对不会相信 我也不相信 不过当时刚才刘委员提到一件事情很重要 我们简单把它讲 就是说现在社会上一般是说 那请问法官有没有退场机制 就像这几句话 这句话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观众听懂 对 那不管A法官跟B法官两个判决 对相同的事件 所判法不一样的时候 那我们总是不管两个来看 总是有一个人是可能比较不对的 那我请问我们退场其实要怎么出来 当然你不能说因为你看他长得帅就说这个没错 或是那个人学历好就那样 当然我也很担心 我现在不谈先把司法改革这部分因为很细 那我现在我还担心一件事情 从这个司法改革就可以看到我们大法官 对不起 有两件很特别的事情 我们现在大法官15个人 如果这个5个家军15个人 全部台大毕业的 全部在同一个学校训练 几乎啦 几乎啦 不是几乎 应该全部都是啦 没有没有 蔡永敦是政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请问他们可能在同一个训练之下 他们的看法几乎趋于一次的话 那我请问将来怎么去做解释 因为都大家想法一样 第二个好像里面有至少有五个人以上 是或到六个人以上 如果通通进去以后 他是同一个社运团体进来的 同一个律师事务所进来的 这也蛮奇怪的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么碰巧 而且第三点 我们要请问既然要解释这部宪法 那我请问 如果他不认同这部宪法的人 他适不适合当大法官 当然这个名称 不在今天许中立身上了 因为他 虽然他也曾经提过 所有的两国论 不管 那至少说 如果你不认同这个宪法 因为两国论是说 我们中华民国是个独立 主权独立国家 这个我接受 但是如果你是要证明自宪的人 请问你还适合当大法官吗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从司法改革的方面 来看到这一次大法官的 任命的时候 其实有些问题 值得我们全民 还不只是立法院了 其实值得我们全民来思考 台湾是不是有些事情 应该大家重新来体检一下 如果谈大法官整体的任命 组成的这个 包含他们的背景 律师您自己个人看 至少 真的会有刚刚提到这些问题吗 这样这次七个里面 两个是政大的 其他都是台大的 张瓊文跟蔡永敦是政大的 那观众会不会问说 那同一个学校有关 有什么关系吗 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吗 我只能说 都大部分可以讲 现在的大法官不是台大就是政大 这里面都是属于 大部分可以讲都是属于 欧陆法系的学者 英美法系的就很少 这会造成同质性过高 我们希望的是一个多元的声音 能够来自于不同的 大法官他们的想法 如果同质性太高 这个解释不解释 其实会感觉上 还有这么重要吗 因为都不解释 大家都知道答案了 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大法官人选的 这个分布 可能还要更多元化一些 立法院在审查 这个他们的资格的时候 会考虑到哪些点 我想虽然很多是台大跟政大 可是后来他们留学的 各有不同的地方 然后也学不同的法律 我也没有帮他们讲话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 大法官总共是15位 所以这次是一半 是一半重新来 到立法院重新执行 他们的提名权 或者是执行他们的同意权 那我们有提到说 大法官在释宪的过程当中 他在释什么宪 那这个释宪呢 是大法官自己提释宪呢 还是其他的人民来提出来 或者是法官自己 也可以提出来 当他提出有不同见解的时候 我刚有提到 他是一个合议制 他不会只有大法官一个人 就提供所有的宪法上面的解释 那你在合议的过程当中 如果造成 比如说同职性过高的话 有没有其他的机制可以救济 如果有其他机制需要救济的话 可能就要回归到 就是我们可能是对于 宪法上面的争议 或是其他法条上争议的时候 你可能是要回到立法系统里面 也是可以有讨论的空间 不过这个今天没有再讨论之列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状况 可是目前我所了解的 这几位大法官的被提名人 他们在社会上的公信力 以及他们在过去 他们从事这个法律上面 服务的时候 都还是满受肯定的 所以才会被提名成大法官 好 我们在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 等我回来继续谈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明天立法院有哪些大事呢 明天就是有一件非常大的事 明天有行政院长林全会 继续做施政的报告 并且会被寻 好 这是明天立法院情况 也许我们刚刚谈到的 在司法改革的部分 刚刚有提到说 能不能够有个退场机制 龚东盟这边有什么看法 如果真的有觉得大法官不好 你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对他做什么呢 这就是很为难的事情 一方面我们会对大法官又不太信任 他到底会不会为政党来做事 可是从某个角度来讲 我们要他独立 那你又不给他保障 随时有他会被不说好话 不说甜蜜的话 然后白目 然后会不会就有政党找麻烦 天天说我要你下台 这就在谈民主规则里面的部分 所以当初过去在谈到各国所订定的这些任期的保障 某种程度当然是希望他更勇敢的 然后去执行他的这些 我们讲该说的 然后不为这些我们刚刚讲政党所 这个力量所牵引 那这个又回到我们一开始所提到 为什么任期的部分不要再连任 就是不要我们养了十多个一直说好话 然后明明这个党执政他知道他喜欢这个话 他就解释成这样的空间 下一个政党来 哇大家马上都很有默契的又再去转移 如果这样子我们大概这个机制 大概不只是形容叙色还浪费我们的经费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提到那个机制上怎么去设定 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 当然我们参考我觉得国外的这些 在民主更先进的这些国家来讲 当然必须要对他有一些保障 不过我们就是面临到台湾 还在做这些民主转型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的确就是我们的正痛起 我们会说大法官要做的事情是非常的严肃 以及他们都对重大的议题做一些判断 好这几个重大议题 有几位大法官拜提名都被问到了 他们的回答 当然废死通奸除罪化 还有同性婚姻 都是在社会上高度争议的 许中立呢 其实这三个问题里面就分别都说不以表态 然后当然废死他说 但是死刑的核线性非常的可疑 好那您看到张炯敦 蔡炯敦 抱歉 蔡炯敦 许志雄 黄瑞铭跟詹森林 其实对于这几个议题都有表达 可以考虑或是赞成的这样的立场 张律师你自己看法呢 其实从一些重大议题的表态 是可以如何判断 您会解读这大法官的想法 这个在美国最明显 美国大法官在审查的时候 针对通奸 堕胎 同性恋 被死 这些 你的回答大概就知道你是属于保守派 还是自由派 在台湾好像不太去管保守派还是自由派 可是你从后面三位大法官都是赞成来讲 我觉得他们是倾向于比较自由派的 是倾向于比较自由派的 那自由派的这个大法官进入了大法官这个将来做解释的时候 他我会认为他们的解释会比较宽广 保守派就相对会比较保守 这是这个性格也许死然 那至于退场机制 我觉得大法官因为他任期只有八年 你说他的退场机制真的很重要吗 一般来讲在像美国大法官是终身职 可是他们大概都是生老病死 或者觉得自己愿意请辞 基本上他们也不会请辞 都是做到死为止差不多 那在台湾来讲我觉得大法官的问题不严重 比较严重的是大法官之外的其他法官 因为他们是终身职 那个问题就严重得多了 所以我觉得将来司法改革 在于一般法官的淘汰机制 怎么建立就是退场机制怎么建立 以今天的退场机制靠法官法 其实是非常薄弱的 而且非常没有这个效果的 大家都诟病的 这个部分是看未来的司法改革会议 要怎么去走向 把这一个部分能够填补的好 那回头再来讲进场机制 有些根本不该进场的要进场了 那怎么样来让进场的机制说 让好的法官能够愿意来 让不好的法官根本不要进到这个职场上来 这也是未来我们需要去斟酌考量的 我大概再补充了 其实刚好昨天这个民间监督大法官联盟 有出了一个2016年大法官级院长 副院长人选的评鉴报告 那我大概回答一下 其实我们在对于公共盟的角度来说 我们当然认为这个候选人都应该要表态 不管他表态是符合我们民间团体 因为有不同的立场的态度 但我们觉得表态还是一件好事 那在这个组织里面所针对这些候选人 大概私底下找评鉴委员来评鉴的类目 大概就是品德操守 人格特质 学士专业 宪政人权 私改政策等等 当然这个内容到底好不好 是不是该有别的项目 或者我们现在在质疑 他会不会未来为政党来服务 他能不能独立 我们还是提到 以目前大法官的确 他并没有特别有任期的部分 有人认为任期会有宗旨 就形同是另外一种淘汰的机制 不过某种程度大家对于这个私改的期待 当然是希望他不要站着毛坑不拉屎 八年还是蛮长 我想讲大法官通过之后 下一任立委都不一定还会连任 大法官还是继续的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立法委员 应该在这过程当中更严格审查 以目前我们所看到 之前提到立法院 有提了非常多立院的职权刑事法 有关独立机构人士统一权的审议 最长的委员甚至提到要四个月的观察期 但我们现在看起来那个时间还是非常匆忙 显然是不及格的 我们现在很担心接下来监察院又要提人选 所以我们还是要希望立法院 在这个审议过程当中更为严格 甚至有人说现在的公听会也不及格 为什么 现在的公听会基本上 除了今天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大法官候选人 我们院长直接上台去接受这个备训 过去的公听会 事实上所有的委员 因为今天还感觉是派代表上去问话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去问话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都是未来应该再改善 我看了就是说这几 我不取哪个名字 这里面有位大法官 过去是反对法官来评审制 就现在因为他又被提名